另外欢迎先议会财政审查委员会29号是前往了凤林地震事务所下乡考察 并且针对了先政府财政地震和凤林事务所业务来听取简报 财政小组召集人黄兴以及副议长潘岳霞 先议员庄之财黄灵兰蔡一静也都透过了双向的沟通 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 为了了解欢迎先政府财政业务29号 欢迎先议会财政小组召集人黄兴 副议长潘岳霞现用黄灵兰装置财政 并且前往凤林地震事务所召开专案会议 同时也针对民众诉求来进行反应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凤林镇 那今天欢迎先议会财政小组 特地到凤林来做财政地震的相关的一个审查 希望能够到地方实地来会看 那带入所有的意见回去议会 作为执政问证的一个参考 那财政小组的成员除了我之外 还有我们黄灵兰 今天黄灵兰也有特地来 然后在最南区还有潘叶霞潘副议长 那还有我们的小那个庄之彩庄一眼 还有我们蔡玉镜蔡玉眼今天也特地来南区 中区来做考察 那今天来看的所有的除了地震所的部分 希望他们对于地震所是我们最基层的一个老百姓街巷 公务地震的一个地方 也希望县政府在这里能够优先的协助他们 对于老旧建筑物的一个补强之外 还有就是老百姓洽工啊 对于我们电梯的一个建制 已经很多年的老旧建筑物 其实老人家要爬那个楼梯 尤其是早期的建筑楼梯 会非常的陡峭 是有点危险性 希望在这边我们会建议县政府 邮件来协助他们来做适度的一个改善 提升整个环境 以及我们行政作业上的一个 能够预先来做处置 那问题是地震的部分 对于我们都市计划区外的农牧用地的一个 成租租润或者是使用的部分 希望他们能够加强去做管理 那财政的部分 就是都市计划区内的一个建筑物 包括现在所看的这块土地啊 他们预计要来标租 那租区租商出去之后 可以做更方便更多的一个使用 以及租金的一个收入也可以增加 因为现有财产就是现民的财产 那好好的利用他们 因为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那纳入正常的一个规划跟使用以后 以后那推动上就会比较方便嘛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做适度的一个考察 希望对于地震的一个推动 尤其是对于国土规划的部分 今年是第三第三期的部分 是由地震所来地震地震处来作为主导 也希望对于原住民土地的部分 来做适度的一个规划 增加地方的一个土地利用的经济价值跟效益 那在议会我们会努力来督促县政府 那共同来合作推动我们地方的土地 增加更多效益的一个利用 赵金人黄欣表示 由于财政小组除了要了解 行政土地是否有活化利用之外 台九县地价部分也会持续监督 官县政府必须以释迦的方式来征收 来维护乡前的权益 对凤林地震事务所补强的工程 也会持续监督幸福来加以重视 记得终于风神不到